我們身邊和社會上有許多生臟人士 他們學習和生活工作上面有困難 我想要幫助他們入物資 先去訪問光人二手商店 了解什麼是二手商品 然後接下來我們去推廣二手商品 再利用的觀念 先向學校募資 然後我們再去當半日光人二手商店的店員 再往半日光裡 再往半日光鍋 還要珍貝 很开心学生 主动关心这社会上需要被关注的人事务议题 希望这小小的动作 然后也可以带给我们这社会上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发生 要以一般的眼光看待的身心障碍者 而且他们可以做很多事 不需要完全依赖别人 他们有良好的照顾 捐赠这里需要的东西 然后这样捐出来的东西一律就要这里 最困难的就是整理 去关闻律师上整理物资的时候 因为有东西所以要排很久 而且上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那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 变得比较会整理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